不知不觉中,8月要过去了,迎来9月,不变的事并没有等来肖战玉谷瑶和观众朋友们见面。 值得一提的是,作品没有播出,丝毫不影响肖战代言商务的发展。 有所谓的知情人已经透露,肖战会在9月中旬揭晓新代言品牌,是一家关于防晒的品牌。 新代言自然值得期待,只是看起来有一些晚。 据知情人分析,青年演员、歌手肖战会在9月中旬官宣安曼晒代言。 如今,各大混迹娱乐圈的博主都开始预热,声势浩大,只等肖战官宣。 其实,看到肖战官宣代言,丝毫不感到奇怪,也是肖战正常的发展状态。 肖战是优质偶像,注定肖战选择的品牌会得到大家认可和青睐。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大家只强调了吃瓜不信瓜,骂肖战掉头发,不得不说非常有趣。 也是粉丝们一直以来的态度。 如今,网上关于肖战的消息五花八门,有作品,在演,舞台等,涵盖各大领域。 网上给肖战塞的饼实在太多,肖战和粉丝根本吃不完,总之安心等待即可。 肖战的事业发展并没有受阻,一直都在顺利进行中。 相信在九月,能够等来好事情,个人觉得爆料内容属实的话,这家代言品牌官宣有一些晚,不过没有关系,大家喜欢就可以。 祝福肖战,作品没有定到没有关系。 看到顺顺利利的肖战,看到事业发展蒸蒸日上的肖战,还是非常开心。 希望青年演员肖战再接再厉,再创辉煌,大家携手并进,共赴美好的未来。